什么信货呀 也不跟我说说 就说今日门前喜鹊叫个不停 远是郡主来了 快请坐 郡主 郡主果然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日满面春光啊 真是难得呀 遇到石小姐 我还以为你平时呀 只爱读书不爱大本呢 郡主拿礼花 非先在此 恭喜郡主婚事落定 奇怪 小姐 奇怪什么 你说 怎么还没过年呢 就遇到黄鼠狼了 可不是嘛 郡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呗 不是有句那个 那个那个 来而不往 不合适 对 既然石小姐恭喜我了 那我也祝石小姐 早日啊 心想事成 吃上陈安博这块 天鹅肉 嘿嘿 天鹅肉 郡主网人胡闹也就罢了 我代价归中 郡主怎可出此妄言回我清语 哎呦 原来那日在石府喝茶 石小姐并没有看中陈安博啊 没看上 哎呦 没看上 那真是可惜了一顿 可惜了 女才难冒 不过我看石小姐这个脸色红润 也不需要胭脂 哎老板 那两个新货我要了 都要了 这 那是我看中的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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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看中了石小姐要的了 抱歉抱歉啊 班郡主 你懂不懂得什么叫先来后到 哎 你哪家的下人 怎么这么没规矩 无妨无妨 这说来也是奇怪 别人想买买不到的东西 就爱往咱们搬家跑 哎呦 小姐说的可是陈安博 哎呦 别乱说 别乱说 哎呦 那近日既然 石小姐难得喜欢两盒胭脂 我就留给你了 毕竟啊 能让的东西不多 是吧 胭脂也不会拒绝你 嗯 郡主说的是 胭脂无法拒绝你 但仍可以 郡主这般高贵 不是谁都能高攀得起的 这 啥人啊 嗯 程安博真这样说啊 太过分了吧 或许是害怕画画被退了三次婚 外套风平不好吧 不不不 依我看啊 这高攀不起就是一个推脱之词 肯定是觉得我姐没有学问 没学问怎么了 啊 你看看你们这姐弟俩 一个长得帅气 一个不也是啊 美貌过人吗 不过话说回来啊 你们想想 这程安博几次三番地帮我们 要不是因为画画 他图什么呢 哎 夫人说的没错 咱们家最珍贵的呀 就是画画了 他程安博肯定 肯定是觉得配不上咱们画画 没错 你看 他是天下第一君子 要是被拒绝了 那得多丢脸啊 所以想了想 决定就说他高攀不起 哎 稳妥 好 班横说的没错 画画 这事儿 咱不上心 啊 你们的心可真大呀 都这个节骨眼了 还讨论程安博呢 那当下最重要的是对付严家 严夫人被我们逼成那个样子了 他肯定会反扑的 这不用怕 有你祖母在 谅他也不敢放肆 对 如果再放肆 请祖母去跟皇上说 把他们全家给端了 祖母祖母的就是赵祖母是吧 祖母不忙呀 自己不会想办法吗 吓死我了 这丫头 是怎么了 可能 又被程安博给弃装了吧 吓死我了 可真厉害